我是退學員,我領的薪水就是全部都剩批算支付的 如果是有這種措施當然是非常好的 怎麼說 至少對我們的損失有點補償 不過因為時機敏感 有人在講說柯市長這樣算不算是政策買你們的票 我相信應該不是政策吧 這是一個法律的問題 跟政政應該成為這個問題 所以有直接被補償到嗎 如果真的有需要用茶水的話 那我們希望先用自己的意義 大家有時候會說這個是時間點喔 政策買票 有那個意思啦 不過其實在我們退休之間 以我個人 我是還沒有決定說到底市長要投給誰 是還沒有決定 那不會因為這件事情 你覺得大家廣大的退休 真的有被柯市長買到票嗎 我相信不會因為這個措施 就是就是說被柯市長買到票 我是認為還沒有那個啦 沒有那樣的就是一個機會就是說 就這樣就會被盤買票 這是不大可憐 但會增加好感嗎 好感度喔 應該有吧 哈哈哈哈 市長那李來熙說你這個方案是典型的政策買票 別說齁就想太多了 這個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 就這樣 不要人家做每件事情都給他太多的政治意義 但有人說為什麼不選後退 因為時機點比較敏感 哈哈 那意思就是說 從現在開始到選舉前 我們台北市政府全部打錯就好 可是這樣不會加深他們被砍連金的這樣傷痛的感覺嗎 不是啦其實我們這個就是一個看怎麼去給他們英文叫convenation 大政策我們還是支持嘛 只是在政策之下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協助他們的 可是在救服法之下他們沒辦法有優先權 沒有錯 因為是這樣啦 因為就業服務法跟採購法 這種職務的提供還是要公平嘛 不過是這樣啦 因為他很多東西 如果這些公務員有過去的經驗資歷 他還是會有優勢 可是他們這樣被質疑說 你是挑動他們就是更加從事民進黨 砍他們的年金 然後搶藍營票倉 哎呦